中华文化绵延不绝 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但后来由于人类活动频繁 以及肆无忌惮的开垦土地 导致这片土地渐渐退化 土壤变得贫瘠 加上气候地质地貌的影响 最终变成了一片沙漠 虽然变成沙漠后 一度推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这里感受不一样的大漠风情 但土地沙漠化还是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于是在专家30多年的努力 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后 终于恢复了酷不齐沙漠原本的模样 现在的它已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虽然现在难以见到壮丽的沙漠景观 但其实一点都不遗憾 环境的变化本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若是放任环境恶化 最终遭到反噬的将是我们自己 虽然许多人都想感受孤烟大漠的壮丽 但小编觉得没有什么比良好的自然环境更重要了 有机会的话小伙伴们可以去哭不齐沙漠看看 去感受那里的美 感受那里的生命活力 希望有一天哭不齐沙漠治理成功的案例 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能够让所有沙漠都可以恢复生机 所有荒地可以变成森林 让我们的家园变回绿色星球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